我们很高兴向您介绍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 苹果 苹果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也是许多人每天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苹果的起源 健康益处以及如何选择和储存苹果 让您对这种水果有更深入的了解 1.苹果的起源 苹果是一种古老的水果 最早起源于亚洲地区 并随着人们的迁徙传到欧洲和北美洲 现在苹果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 1.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身体健康有很多益处 以下是一些苹果的健康益处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苹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分化合物 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血压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预防癌症 苹果含有多分化合物 具有强烈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 改善消化 苹果富含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道健康 预防便秘和肠癌 改善免疫力 苹果含有维生素C和多分化合物 可以增强免疫力 预防感染和疾病 1.如何选择和储存苹果 选择新鲜的苹果很重要 因为新鲜的苹果比较美味 也更营养 以下是一些选择和储存苹果的技巧 选择外观光滑 表面没有明显瑕疵和软斑的苹果 秀纹苹果 如果有刺鼻的气味 可能是腐烂的迹象 选择较重的苹果 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水分含量较高 口感更好 储存苹果时 应该避免将苹果 与其他水果和蔬菜放在一起 因为苹果会释放乙烯气体 会影响其他食物的新鲜度 苹果最好放在凉爽的地方 例如冰箱的水果保鲜箱中 室温下的苹果 苹果只能保存几天 而放在冰箱中 可以保存数周甚至数月 1.苹果的食用方法 苹果是一种非常多样化的食材 可以生吃、煮、烤、炸等等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苹果食用方法 生吃 生吃苹果是最常见的食用方法 苹果可以当作点心或者配菜食用 生吃苹果时 可以先用清水洗净 去除表面的污垢 和残留农药 煮 苹果可以用来煮成苹果汁或者苹果酱 煮苹果时可以加入一些柠檬汁和糖 让口感更好 烤 烤苹果是一种健康又美味的食用方法 可以用苹果切片烤成苹果片 或者整个苹果烤成烤苹果甜点 炸 炸苹果是一种比较不健康的食用方法 但是口感很好 可以把苹果切成薄片 裹上面糊 炸成苹果圈 1.苹果的种类 苹果有很多种类 每种苹果的口感和用途都不同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苹果品种 红富士 红富士是一种来自日本的苹果品种 皮薄肉厚 口感脆爽 非常适合生吃 金帅 金帅是一种甜度很高的苹果品种 肉质松软多汁 非常适合烤苹果或者做苹果派 美国富士 美国富士是一种来自美国的苹果品种 肉质松脆多汁 甜度较高 适合生吃和制作苹果派 苹果不仅仅是一种水果 它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从古代的中国 欧洲到现代的全球市场 苹果一直都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 无论是生吃 烤苹果 做苹果派 还是制作果浆和果汁 苹果都有着广泛的用途和价值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苹果 不仅仅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同时也在环境保护 农业发展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保护苹果这一宝贵的资源 从而为未来的健康和繁荣做出贡献 我应该更加珍惜和保护苹果这一宝贵的资源